西港的复杂局势远超你想象 别看园区主管平时15和6的 挨了两巴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我的认知再次被刷新 上集说到有人到园区找事 双方即将发生火拼时 倩姐出现了 蒙才 你打上门就有点过了 现在离开我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园区是谁照着你很清楚 少跟我扯淡 我兄弟被你们害了必须给个说法 那就别怪我了 这种级别的谈话 我插不上嘴 在一旁默默地看戏 只见倩姐打出一通电话 并未把蒙猜等人放在眼中 现在已没法善了 等着吧 有你好看的 我敢来当然有准备 事情闹大了你们会赔的更多 我有些犯困时 来了一辆车 车上下来个身穿 类似军服的男人 在场之人都很恐惧 敢在我的地盘闹事 事不给我面子吗 不敢 我这就走 谁让你走了 在人军闹事 没那么容易离开 你彩服男人对着扎哥 就是两耳光 把我都看呆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没你说话的份 是我都得该打 一点误会 大家说清楚就好 做生意还是以何为贵 都散了 谁在挑事我灭了他 不敢 迷彩服男人处理完坐车离开 前后不到一分钟 我就看个热闹 不敢多问 没事了都回去睡觉吧 今晚发生的是烂在肚子里 谁说出去可是会被罚的 还站着干什么 都给我滚蛋 大清早叫我起床的是打人生 吵得根本睡不着 吵个毛线 刺猬投出去看一下 到底是哪个还牵刀的湄公的心 可能是扎主管在手势大傻 估计又逼他从家里拿马呢 吃个咱也管不了 刺猬投你等会带他去包扎下 我知道扎哥是在出昨晚的闷气 这个时候却容易引火烧身 当我来到楼下 则遇到飞哥 飞哥你还没走呢 临时有些事你跟我走一趟 我带你出去锻炼锻炼 老扎那边我给他打过招呼了 行 我打个电话安排下组员 我没有多问 跟飞哥上了一辆黑色越野车 倩姐和蝎子都在车上 倩姐好 等你待会放机灵点 少说话多观察 谁出岔子谁负责 知道了我会小心的 一次出动三个主管 动作铁定小不了 我没太多想法 听吩咐做事便好 半个小时后 车子来到一家大酒店前 门口有个秃顶胖男人迎接 倩姐您来了 快点里面请 看你满脸笑容 这次带来的人应该不少吧 一说公司搞谈件基本都过来了 差不多上百个人的样子 看了包你满意 我听到这话十分震惊 也猜到了他们要做什么交易 只是眼前的弯弯老板手笔有些大 多厉害的 你们的手段层出不穷啊 挣点小钱而已 跟你们比不过是小打小闹 没你想象中的好 我要先看下人 倩姐不用挤 人权在酒店内玩得正高兴跑不了 我们还是先谈妥价格 随后我飞哥倩姐跟着进了酒店 蝎子则带着内宝站在外面 走过泳池 我看到了正在团进的弯弯人 还在狂欢呢 被自己老板卖了都不知道 看起来挺有活力的 那是 全部都做过提检的 歪瓜裂枣我可不要 不错 质量没问题 我知道飞哥是在提醒我别走神 第一次玩高端局不免有些发慌 总担心出意外 等倩姐觉得满意后 便跟狗总去谈价格了 为你小子没事吧 没事 只是心中有些想法 别慌出不了岔子 一切都安排好了 不过是带你走个过场而已 飞哥我懂 飞哥就是带我出来刷存在感的 眼前这些人让我陷入深思 诈骗手法不断变化 一定要时刻警惕小心 不到十分钟倩姐出来了 够东西 在西港还敢跟我玩横的 倩姐没谈妥吗 之前谈好价格的 可她临时反悔了 我去试试吧 她这次带来的人很多 小一点的园区根本吃不下 你不能再加价 谈不妥就算了 我们渠道很多 也不是飞的要她的人 我会把握好分寸 飞哥我跟你一起进去吧 也好有个照应 我还是有些紧张 担心飞哥出事 没事吧 心放肚子里 谈个交易不会起冲突的 那有事你叫我 飞哥笑着离开留下我跟倩姐 由于飞哥之前的提醒 我不敢跟倩姐搭话 看来你跟阿飞的关系很好 飞哥救过我的命 再说多留个心眼也没错 我就看得起有情有义的人 那你跟阿飞多久了 好多年了 看来是阿飞的小谜底 这个女人连几个主管都忌惮 我属实不敢多说 有时说错话是会送命的 半小时后飞哥和狗总笑着走来 看样子是谈妥了 没想到是阿飞老弟 一下子没认出来 多年不见大家都老了 哈哈合作愉快 我没想到飞哥人迈如此广 斗总则走到员工前训话 大家团见弯得开心吗 开心 行程有便大家收拾一下 我们前往下一个旅游景点 我见所有人脸上洋溢着笑脸 浑然不知事态严重 真的很想提醒这些弯弯人一句 但我不敢说也不能说 几辆大巴车发动返回园区 效率够高的 全部人都排队站好 那是什么地方 我们老板呢 当然是你们的天堂 我说什么就照做别挑事 大多数人看到全副武装的那宝 不敢乱动 有的人依旧猖狂 我尿急 卫生间在呢 快点带我去 不用去卫生间 就地解决吧 去个人帮他 我知道他要倒霉了 看到蝎子跳上去 就是一顿乱陪 把挑事的人打得失尽 吓得其他人不敢说话 还有谁尿急吗 没有的话 倩姐你来分配 全部人列队站好 我看到全过程 倩姐着手安排这批人 可有些接受不了现实 哀悼的却是一顿暴揍 这时扎哥超招手 十三过来